晋朝灭亡有多惨 百年望族从此销声匿迹 为何到现在很少有司马姓氏 司马家族可能是中国历史上 为数不多让人厌恶的家族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今天就来了解一下 中国的姓氏千年文化 历代王朝都有自己的国姓 宋兆明珠 这些姓氏在中国 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常见 因为古代皇帝 有着主宰万物的权利 自然其宗族会有很多的子嗣 我们拿理性来说 由于唐朝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 都是极其强大的 当时的皇帝也绵延了许多子女 再加上当时的皇帝 喜欢赐理性给大臣 所以理性是现在中国 人口最多的姓氏 每次一个朝代灭亡时 国姓也不会因此消失 而有一个姓氏 却因朝代的灭亡 整个姓氏都消失 这个姓氏就是司马姓氏 而这个朝代便是晋朝 晋朝作为统一的王朝 在历史上却是存在感极低 司马家族到底做了什么 为何灭亡时 一个百年的家族就这样没了 我们要先从司马懿开始说去 司马懿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也是一位大器晚成人物 司马是在曹魏时期 门声鼓励变天下 一开始的曹魏皇帝 还能镇住司马懿 但随着几代曹魏皇帝短命 司马懿野心开始膨胀 发动高平陵政变 成为大权的控制者 曾经跟他作对的曹爽 也被齐灭三族 这跟蜀汉的诸葛亮 有着本质的区别 司马懿作为一个臣子 是不本分的 在曹魏没落时 悍然夺权 而诸葛亮却一直守护着 大汉威光 司马懿之子 司马昭 泱泱滑下 历史上第一位公开示君者 司马昭开创公开示君之先河 司马家族是因谋窜过而来 而且晋朝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个没有功劳 且是第一个被外族灭国的国家 华夏因此而被践踏 西晋建立 国家并没有一个稳定局面 八王之乱 使百姓民不聊生 然后就是五无乱华 北方胡族大肆入侵中原领地 因为夺权和对士族妥协 司马家族送走捍卫者 开启华夏时尚黑暗时代 汉族也差一点 从世界上消失 司马昭公开示君之后 接着他的儿子司马炎 直接废掉曹魏皇帝曹焕 建立建立晋朝 使称西甲 三代人都在篡位 没有一点做臣子的本分 司马炎在位还算是一个好皇帝 敢于革新 并且南下灭掉吴国 完成统一大业 虽然司马家族德国不正 但是经过司马炎的努力 开始国家还算是稳定 后来司马炎也带政 西晋各地战乱频出 其后的继承者 大多不思进取 这样朝代灭亡 只是时间问题 这样一个士君得来的朝代 对中国的文化 增添一丝全谋 是对儒家文化观念的一次冲击 纵观历史长河 秦始皇统一开始 汉高祖刘邦 赢得楚汉之争 再然后汉武帝 北极匈奴 霸出百家 独尊儒术 整个华夏文明 注入儒家基因以来 没有哪一个大臣 敢篡位做皇帝 司马家族是第一个 或许是上天 给这个家族的报应 八王之乱 全部都是手足相残 没有任何司马士 以外的人参与 夏南风 更是把西境搞乱 司马炎公然篡位 让司马族内其他人 觉得既然可以公开示军 反正都是做皇帝 谁做不一样 司马家族内部 也不念亲戚关系 蓄意谋反 整个天下都因一个家族 而饱受战乱之苦 天下苍生 皆因一个士族 而民不聊生 这同样给外族的入侵 提供机会 北方的胡人 大举南下 整个长城以内 都在自相残杀 外部防御 极其空虚 胡人不费吹灰之力 就得到进取中原的机会 三国时期 各国虽时常有战争 但是 无论是曹魏北方的胡人 还是蜀汉南方的蛮部 都不敢轻举妄动 一旦越过长城 则是那局退出长城 保尔全师 可是到晋朝这里 司马家族只知内斗 胡人进取中原之后 给人民百姓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 汉人当时的地位 到达一个怎样的地步 汉人的肉可以和牛羊肉一起卖 而且汉人肉的价格 比牛羊肉还要低 汉人甚至不如牛羊 系属各个时期 恐怕只有这个时期 是汉人最惨的时候 上天本应该给司马家族一个教训 可是却落到平民百姓身上 而且前三代人的所作所为 直接影响到后世 司马延的儿子司马忠 是一个吃傻皇帝 毫无治理国家之财 甚至连生活都困难 大权旁落到皇后贾南风的手上 当时的国家日渐贫瘠 人民苦不开言 各处都有灾民 许多穷苦百姓饿死街头 大臣启奏皇帝 说国家的百姓没有粮食吃 司马中的一句 何不肉迷 让大臣们在朝堂之上憋下 简单的说 就是老百姓没有粮食吃 为什么不需肉呢 对待一个这样傻皇帝 皇后贾南风 甚至在后宫之中 给了他们一顶帽子 大张旗鼓 给自己找俊俏男子 西晋是士族的王朝 各大臣之间 也是各有心机 大臣和王公贵族之间 常常发生争斗 因为他们明白了一件事 皇帝是抢来的 司马家族 能从别人那里抢来 自己为什么不能 去抢司马家族的 司马家族内部的人都有想法 毕竟皇帝只有一个 一个司马家族 就有几万人 正当这些人 为了皇权而不可开交之际 五湖进入中原 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 丢弃百姓而去 司马族 整个都搬去南方 使称一关难度 由司马家族的一位成员 司马瑞 再次复国 使称东晋 东晋众多皇帝中 只有一位皇帝 有治理国家的能力 其他的也都是 陆入无能之位 被各大士族控制 整个晋朝一直在内斗 丝毫不管百姓死活 晋朝灭亡后 为何没有人司马 东晋后期 大臣刘裕 不忍天下苍生 再受极苦 开始全清朝野 东晋的皇帝 实在太古无能 刘裕干脆篡夺皇位 毕竟你司马家曾经 就从别人手里 还是通过阴谋诡计夺来 如今 国家衰败不堪 刘裕逼迫 东晋皇帝 司马德文退位 建立南朝第一个王朝 国号为宋 史称刘宋 上台之后 整顿立志 国家逐渐稳定 也为儿子刘一龙的 原家之志 打下良好基础 司马家族 为何从此销声匿迹 原来 刘裕害怕 将来司马家族 卷土重来 直接下令凡是司马氏 接斩首 直接给司马家族 来了一场屠杀 这个场景 似曾相识 当年的高平陵之变 司马裔途进曹魏族人 让他们不得翻身 如今 也应称在自己家族身上 晋朝至此灭亡 百年望族司马家族 也消失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